本节目由Whitecar视频原创制作 现在车辆越来越智能化 其中就来车要事来说 也是各种智能遥控控制 不过一旦这些高科技都用久了 人就会慢慢变得弱智 如果哪一天车要事突然没电了该怎么办呢 这原本是一个很好解决的问题 但是很多新车主在遇到这种情况时 都会选择向4S店跑 结果一个10元左右电池的小事 硬是被4S店收走了几大百 现在老司机就来教你怎么做 首先就是使用机械钥匙打开车门 机械钥匙大家都能找到 它要么被折叠 要么就是插在电子钥匙中 找到车子的钥匙孔 使用机械方法打开车门 这一点很容易做到 接下来就是重点了 因为如何消除警报装置 决定了你是否会被当作偷车贼 消除报警器 需要先手动启动发动机 它需要将车要事放在感应区才能启动 就像日常的刷卡一样 如果车主平时有关注感应区的位置 这一点自然是好解决 如果没有注意 那就可以揉重视一下中央扶手箱附近 中央背架上方还有方向盘两侧 有的车设计的是一个一键启动按钮 车主要留心寻找一下 在这个过程中要耐心一点 因为有的车需要较长时间 二代感应才能生效 当然如果车主要自己给车钥匙 更换电池也很简单 查清楚自己车钥匙的电池型号后 直接去超市里都能买到 要记住 在拆开车钥匙时 一定要用巧劲 而不是蛮劲 如果打不开 可以咨询一下有经验的老司机 当然如果不介意 装个电池几百元的事 那就放心的交给CS店也没关系